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保民 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 以色列会不会输掉这一次巴以冲突 在走投无路之下 他会不会动用核武器 巴以冲突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以色列口头上依然很强硬 但是在加沙城区的进展 也并不是很顺利 国外的舆论已经在讨论 这可能成为以色列建国以来 输掉的第一场战争 胜败并不一定是在战争的 数寸次上的 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看 以色列是占据绝对的优势 10月7号哈姆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以后 以色列的军队迅速地完成了动员 集结和部署 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对加沙北部地区的分割包围 并且用残酷的空中轰炸和炮击 把加沙北区的绝大多数的居民 都赶出了家园 迫使他们逃往南方 加沙的巷战已经展开 虽然哈马斯做好了 誓死抵抗的准备 但是总体上看 还是以色列军队的淫面更大一些 那为什么又会有人认为 以色列这一次可能要面临失败呢 从第一次到第四次阿易战争期间 以色列都处在以弱胜强的状态 特别是在第四次战争 也就是熟罪日战争中 以色列遭到了埃及 希利亚等多国的联合围攻 主要战争形势还是双方正规军之间的陆战或空战 因此当时的国际舆论 特别是民间舆论 对于双方没有特别的支持或者是反对 但以色列以弱敌强 以少打多 并且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从纯粹的军事的角度看 以军确实是打出了他的威风 但是到了1982年的第五次阿易战争 也就是黎巴勒战争的时候 舆论的声音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以色列军队已经占有了绝对的优势 黎巴勒的政府军早已经分崩离析 以色列是悍然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 去打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以色列的军队还肆无忌惮地攻击了难民营 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 在这场战争中 以色列还是和希利亚的政府军 进行了相当规模的交战 所以多少还是有一点国战的味道 以色列所承受的道德指责 还是很有限的 但是这次情况就完全不同 以色列自以为是在实施一场震荡的报复 就收获了全世界的骂声 即使把美国内部的舆论也算上了 这次内塔尼亚湖政府和整个以色列社会 散得上是重叛清理 因为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战还没有结束 以色列在战略上已经输了 而哈马斯的胜利也不只是在战术上的 而是战略 从战术角度来说了 哈马斯只不过是能够用轻武器 蹊扰的方式 给以色列军队造成有限的损失 不过哈马斯再一次树立 巩固了自己在巴勒斯坦民众心中形象 那就是殊死抵抗以色列 绝不投降 绝不妥协 对于法塔赫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因此哈马斯不仅仅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当中 得到了支持 也在约旦和西岸相有很高的威望 甚至在巴勒斯坦之外的阿拉伯世界当中 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哈马斯如果能扛过这一劫 加沙地带就会得到世界各国 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大力援助 经受住残酷战火的洗礼之后 哈马斯的抵抗能力会更上层楼 以色列如果不能彻底的剿灭哈马斯 那就等于是输了 一旦以色列在战术上处于守势 那就是其败亡的前兆 只要哈马斯还存在 在以色列周边遭受过以色列侵略和打击的 其他国家和武装势力 也会受到鼓舞 这与熟贼日战争有很大的不同 阿拉伯联军不需要采取地面突击的方式来打击以色列 用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就可以让以色列永无宁日 而防空系统的巨大消耗 也会让以色列的财政迅速地枯竭陷入困境 最重要的是 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1976年的美国了 它已经没有能力像当年那样 源源不绝地向以色列提供大批的武器弹药和战争物资 财政破产的结果自然就是战争失败 以色列只要输一次 就会带来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 因为哈马斯和相当多的阿拉伯武装力量 是不承认以色列的 因此人们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以色列在别无他路口走的时候 会不会使用核武器 以色列虽然不是公开的有核国家 但实际上它早就研制和储备了核弹头 在10月7号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以色列的右翼政客们公然叫嚣 要求内塔尼亚胡使用核武器 假如以色列的陆军在加沙的北部久攻不下 国内国外的政治压力 会导致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垮台的时候 动用核武器就会变成一种充满诱惑力的选择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带来的 那就不是巴以冲突的终结 而是更大更残酷战争的开场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就是这句话题 是有核武器 这个已有核武器 是不是来在前面